一个老的神父要退休了 一个新的神父要来接棒的时候 他跟这些神父在对话 把他过去的经验分享给这神父知道 而到最后一段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祷告 是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 它是英文的 我翻译以后是这样的 我们一起来看他的祷告 这个神父说 我对你犯下了罪过天父 我本该爱你胜过爱一切 作为你的孩子我辜负了你 首先我没有勇气去体会生活 反而躲进书本研究之中 我现在知道让我缺乏对这世界的了解 而这个世界这是教会应该帮助的 我对这个祷告很有感触 我记得四年前我来到马六甲 这个教会的时候 我记得那年开始的时候 你们做扶贫计划 对啊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来的时候 看到你们放一包两包的这些 米啊油啊罐头啊麦肉啊 你说明天将会有七八十个家庭来 我那时候我心里想会吗 这些人会吸引七八十个家庭来吗 结果明天真的来了七八十个家庭 而当来的时候呢我就告诉美妮说 美妮还跟我分享传道书 第十一章一跟二节 我不知道今天是不是为你准备 那么他还跟我分享说 他们要开始做这样的事情 我还跟他说 在新加坡做这样很难啊 做不到了 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呢 我就像里面所说的 我没有勇气去体会生活 而且呢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 在躲在我们读圣经啊查经啊 里面我们没有去体会生活 而且呢我们也缺乏对这个世界的了解 所以我认为新加坡没有这个 不可能这样 你分包一分一次可能他们会来吧 对不对 结果今年的十月二十二号 刚刚两个礼拜前 有一个教会就在小印度的一个教会 邀请我星期六 那天是星期六 早上十一点去那个教会分享 我十点半就到了 当我十点半到的时候 我就发现外面有排成 大概有二三十个老人家 已经在那边排队了 那么大概到了十点四十五分 他们就觉得人越来越多了 不能够让他们晒太阳就进来了 而这些老人家是什么呢 是教会邀请他们说那天 所分的东西跟你们差不多一样 有麦罗 有饼干 有罐头 他们大概有十多样 那老人家呢可以选其中六样 所以他们十点多就来排队了 那个教会里面可以坐满的是两百个人 那么我两百多个人 那么我记得大概十一点二十分 我就开始分享 我分享的时候 他们还陆陆续续走进来 差不多坐满的时候两百多个人 但分享完了以后呢 这些人就会去隔壁的一个比较大的空间里面 去选择他们要的东西 而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外面还有两百多个人在排队 而这两百多个人就等什么呢 等这些人去拿了东西走了以后 他们再进来 那我说我是不是要再上台再分享啊 原来不是 刚才我分享的时候他们已经拍了下来 他们很有智慧的 他们在进来的时候呢 在听我录影的分享 而这个是不是 回刚才那一段 这个是不是我们房事做法要叫你们知道应该这样劳苦呢 的确很劳苦 整个教会动用了五六十个人 有人一早就在准备要跟他们一起唱歌 有些就安排他们排队 有些就在隔壁 安排那个档口 十样选六样 要他们每一个都够好 真的选到六样才走 有些走的时候因为东西太重 他们就要帮他们带回家去 而且在门口还有一些年轻的站在那边做什么呢 分传福音的单章 那么施比寿更为有福在哪里呢 美丽应该知道 很多个来了这里以后 他们信主了 而那一天是我生平第一次 来了五百多个人 有九十多巴仙 还没信主 甚至多大的福气 跟这样多人传讲福音 所以施比寿更为有福了 很多时候 我们觉得这个东西真的不容易做 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样找手 当然我们知道 我们每个人的可能负担都不一样 如果这件事情由我们新加坡 Murray Bridge去做的话 我们说真的是很难做 为什么 因为Murray Bridge周围都是有钱人 可是我们可以去到他们当中 所以当前我还发现 这个教会在他门口买 放了很多 一包一包放在那边 我说这些是什么呢 他们说这些因为有些人不能够来 我们知道我们要送去 里面还有一些尿片 那些人根本行动不方便 我们可以去 当然每个人的感动不一样 对不对 神的感动 不是每个人都去做这些同样的事情 可是神的感动 我们有没有完全的去顺服呢 还是很多时候 我们对于神的感动 我们做一个选择性的顺服呢 前阵子我去这个建议探访的时候 开始跟教会一样的 有敬拜赞美 敬拜赞美都是那些犯人 他们组成的敬拜赞美队 当我们敬拜赞美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印度弟兄 他拍那种香谷 拍拍拍拍拍拍了一半的时候 圣灵感动 他说方言 我看了我很惊 我很喜 可是跟我一起来的那个弟兄 好像司空见惯 见惯不惯 后来我就问Johnny 这个弟兄刚才说方言 他就说 他在外面在我们宗族之家 敬拜赞美的也说方言 说完方言以后呢 没多久又吸毒又进去 进来又说方言 做了方言出去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 神感动他吗 难道说方言有问题吗 保罗说我感谢神 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 但在教会中 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 强如说万句方言 保罗并没有反对我们说方言 并没有说我们不可以说方言 保罗更告诉我们说 圣灵感动我们的话 我们还能够去造就别人 去帮助别人 而且主耶稣升天的那一刻 说了这样的话 弟兄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为我做见证 圣灵感动了我们的时候 我们得到的是能力 这能力不只是讲方言 这能力还要为主做见证 造就更多了 这是主耶稣升天的时候 留给他们门徒最后的一句话 所以非常的清楚 刚才已经很少有教会上来 叫我们把电话关掉 我记得这种事情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从90年代开始 那时候开始有大哥大 我也不是刚才叫你们不要拍 我也不是反对你们不能够用电话 电话的共用很多 你们有圣经 电话呢 你们可能有些境界你们要拍下来 对不对 电话可能有时候我们在讲的时候你们可以记录 可是很多时候 在聚会里面并不是这样 我感谢主今天我没有看到这样的人 而是在聚会里面看到很多弟兄姐妹 在聚会上就在刷手机 点头的人就知道 在刷手机 刷那些社交媒体 什么时候刷呢 薄饼聚会的时候抓 一手刷手机 一手拿饼盒杯 什么时候刷呢 上面在讲道的时候他在上面再刷 刷 一直刷刷 突然间抬起头来 因为我还以为他会听到 结果又继续又再刷 可能是误会了 他可能景象酸了 再继续再刷 好多次我在教会里面讲了两次了 仍然我在上面讲的时候 还在下面刷 我们不能够 难道不能够真正经经来到教会里面专注的 听神的话 敬拜神吗 难道神没有感动我们吗 还是我们消灭了神的感动呢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不要描述先知的讲论 这两句话非常清楚 在新业的时候他们听的是旧业的先知的讲论 就是在讲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我们不要描述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很糟糕了 而我非常清楚要我们什么 凡事查验善美的东西我们要持守 哪一些神要我们继续持守的 各样恶事要境界不作 很多时候我们把恶事看到 哇 做伤天害理的事情 消灭圣灵的感动是其中一样 我们继续看下去 如果我们是一个不顺从神的圣灵感动的人 很多时候神的美意 我们也会辜负了 很多时候我们也会错解了神的美意 当我们尽心尽意尽力为神做一个工作的时候 这个工作成就了 很多时候我们都说 神的美意 神的旨意成就了 有没有 可是当我们并没有尽心尽意尽力的去做一件事情 结果这件事情不成就了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这样讲 上帝应该还有他更好的美意 我记得十多年前我们去观丹 短宣的时候 去了当天晚上有布道会 那么早上我们就去笑 我们就去分丹章 我们那天特别早去 所以我们去到观丹才11点 凌晨我们就走车 我们就去分丹章 我们按门铃的时候 没有人回应 在暗又没有人 我们就放在信箱 第二间在暗也是没有人 后来我就跟那个弟兄聊 那怎么不是办法 不要紧 反正我们就放好了 一定有神美好的旨意 我们就很快的一两百张一下就分完了 感谢主 那天晚上一个人都没来 我们自己没有好好地去做一件事情 我们错解是神的美意 所以云若满了雨 就必星岛在地上 树若向南岛或向北岛 岛在何处就在何处 这是自然的现象 如果我们把自然的现象当作是神的美好的旨意的话 那我们就认为 凡事都是传到桥头自然旨的 如果是有这样的想法的人 就是看风必不杀种 望云必不收割 什么是看风 杀种 一个农夫要杀种的时候他要看风 因为风是好的话 他杀种的时候 哎 种子就铺满了田地 如果风太大的话就不杀了 那杀的话少在个壁的人 所以就是看好刚刚好的风才杀 看啊看啊看啊 结果什么都不做 观云必不收割 收割的时候是看天气好的时候去收割 哎呀天气很好啊 我们从旧后来的时候阳光还是什么 那一载到马六甲的时候呢 下大雨了 下大雨的时候你收割就 田就烂了 啊 龙座都是什么 所以看风不收割 看风不杀种 观云不收割 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基督徒呢 我们是不是在等呢 哎呀 还不是时候了 还没感动啊 还没感动呢 结果我们变成这样的一个人 我在思想这个经节的时候 神给我了一个教训 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在想这个经节的时候 第二天我就接到一个牧师的一个短讯 他说我教会一个姐妹 他的父亲已经来到了生命的末期 现在住在这个关怀临终中心 他希望有人跟他父亲传福音 因为他父亲只懂得听福建话 那我就想一下我懂得福建话 我说我愿意去 我就约好了那个姐妹 下个星期二十一点 在这个临终关怀中心碰面 十一点我们就在那个中心楼下的一个小庭院 通常我们去拖探房都要了解一下对方的情况 我就问一下他父亲几岁了 他父亲89岁了 医生说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或者是两个月的时间 他年纪不但老 癌症到了末期 而且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昏睡 更糟糕的就是有了老人失智症 那么我再问他一句话 你曾经带你父亲去过教会吗 你曾经传福音给你父亲吗 他毫不犹豫的是说从来没有 而我心里第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呢 哎哟这个人就是什么 看风必不撒种 观影必不收割 厉害吗 刚刚读了圣经马上就去论断了 刚刚读了圣经马上就去批判了 刚刚读了圣经马上就应验了 感谢神的灵马上责备我 马上责备我让我知道说 他是四字他并没有失去机会 我派你来是传福音 不是派你来论断了 他说我感到非常的惭愧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 读了圣经马上就应用在自己 自以为了不起的角度去看人呢 就在这时候我知道不对了 我们就一起祷告 我们在那边祷告了大概20分钟 祷告完了以后我看我们每个人都流泪了 我心里想说神啊 这时候是不是我们流泪杀种 人家可以不可以欢呼收割呢 大概11点半左右我们就上去楼上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去灵中灌怀中心探访 我进去的时候我看到这个老人家 跟一般人睡觉的时候不一样 他整个身体就缩起来 歪了一边 他的手就按住他脸 我完全就看不清楚他 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找手来跟他传福音 我们就开始祷告了 我们开始祷告求神帮助我们 让他能够醒了过来 他女儿开始摸他的头 慢慢的他转过身来了 他睁开眼睛了 他看着我们 我们都戴着口罩 我还以为他会认识我 怎么样都是刚才说 谁都认识的一个演员吗 我就拉开来 Uncle 他看都不看我 他在看回他的女儿 我就继续在他耳朵方面 用福建话跟他讲 说Uncle 亚硕派我来 跟他说亚硕 跟他说亚硕 跟他说他哀了 他要相信你 他要让他福气 要让他生命 有彷徨 我们一句 能够讲的福建话 我都跟他讲了 然后讲到后面的时候 我发现他好像是在听 然后我就问他 你相信亚硕吗 他点头 我就问他你要不要我 如果等一下我祷告 你相信你愿意的话 你就点头好不好 接下来我就用福建话 我讲一句 他点头去 讲一句 点头来去 就这样的 把福音传给他 但福音传给他之后 我们大家就担心了 到底他 点头是知道还是不知道 这时候一个姐妹 跟我们来一共有另外一对夫妇 一个姐妹就问他说 叔叔 要吃饭了 时间要够了 是什么 他摇头 他摇头 他不是只会点头 他还会摇头 后来我们就问 你相信亚硕吗 后来都敢问他 他就把他那只手 就是整个早上只有一个动作 他就挤挤这个手来 两个星期后 一个下午 我拍戏拍到两点钟 我有一个感动 我再去谈访他 他也是跟晚常一样 在那边睡觉 我开了诗歌给他听 他没反应 我跟他祷告后 我做了一下子 我就要离开了 当我要离开的时候 我在望望他 他又开眼睛了 这时候是很感动 我要给一首诗歌给他听 这首诗歌就是附件版的 耶和华的祝福满缓 我打开起来 马上一看一下 不得了 4分30秒 他会不会听得完呢 我就打开 也不等这么多 我就放在他眼前 接下来的4分30秒 他的眼睛从来一点都没有移开的 我手机那个荧幕 手机是新买的 所以他看得很清楚 看完了以后 4分30秒以后 他才闭上眼睛 亲爱的弟兄姐妹 风从河道来 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 如何长成 你赏却不得知道 这样行万事是神的作为 你更不得知道 我们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 更何况是神的作为呢 所以主耶稣说我们要警醒 主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 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我们都愿意去做的 我们心里愿意去做 可是就是提不起经济做 什么是醒 什么是警醒呢 醒就是好像早上7点钟我起身了 我看着天花板 10点钟的时候我仍然看着 我是醒了 警醒就是当我们醒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动了 如果我们警醒的话 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如果我们警醒的为主工作的话 我们就知道神的依恋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一恋 是是平安的一恋 不是降灾祸的一恋 要叫你们末后有止 一个多月前 这老先生的女儿 传一个短信给我 说她父亲安息主怀 她非常肯定的知道她父亲安息主怀 因为我也非常肯定知道 因为神的依恋不是是灾难的依恋 还要我们末后有指望 所以庄稼熟了 早晨要杀你的种 晚上也不要掀你的手 因为你不知道哪样发光 或是早杀的或是晚杀的 或是两样都好 今年的中秋节 我去了四堂的布道会 有一堂 哇 感谢主 呼召的时候二十多个人举手 有一堂也不错 有十个人 有一堂不多 也有四五个人 九月二十三号 中秋节刚刚好那天晚上 月圆花好月圆那个晚上 讲到口水都干了 一个都没记住 我们不知道的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所杀的种呢 会发汪 是早杀发汪还是晚上 还是两样都有呢 可是神要我们 不要停止 而保罗 他是怎么样去传福音 保罗让我们知道 很多时候 做生意所讲的 危机就是转机 保罗 我却不以生命为恋 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知识 证明神的 神恩惠的福音 保罗那个时代 跟我们这个时代不一样 传福音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会砍头的 而我们这个时代呢 不至于吧 最多被人家骂 最多被人家赶 我记得我有一个牧师 我认识的 她一个礼拜呢 有四五天都去这个医院探访 那教会一个姐妹 有一天告诉她说 她母亲去医院 明天要做手术了 可是她母亲家里呢 跟两个妹妹呢 一个家好像办座庙一样 什么东西都办 就是不相信耶稣 她说她现在很害怕 明天的走速 她没有胆量去面对 她希望这个牧师呢 去探访她 不过她提醒这个牧师 小心喔 我两个姑姑会站在那边阻止你 要人家探访 又告诉人家这样危险的事情 结果这个牧师还是去了 她去的当天 她去到那边真的是看到两个 好像两个门神这样站在那边 她就直直的就走过去了 也不跟他们打招呼 就穿过他们 他们两个就推到后面去了 她就跑过去 而且这个母亲只会讲广东话 她的广东话又不行 她就跟她讲 耶稣叫我来的 你不用怕 你做手术了 你怕你就叫耶稣帮你了 耶稣会给你平安 她能够讲了就跟她讲 讲到后面你相信耶稣啊 我相信 然后她就跟她祷告 祷告完的话走了 第二天她的妈妈做完手术以后 两个姐姐姐妹就问她 怎么样还好啊 我都不怕 耶稣会帮我 耶稣帮我平安 那两个姐妹就问 你怎么知道这样的 怎么会 谁告诉你呢 她说昨天来的那个 他们两个想起来就说 我们还以为她是医生 很多时候 我们吃亏一点点 委屈一点点 我们真的是能够 把神的福音传出去的 去年我开始去探访的时候 四月份去探访一个弟兄 跟他传福音 他没接受 六月份我去他的哥哥的家的时候 他也来 反正这样这样 你还是跟我妈妈祷告 他又不来 其实这个弟兄 曾经来过我们教会 很多次的布道会 就是一直不相信 而今年五月份我就约他出来 两个男人讲话比较容易 为什么这么难吗 跟你传了这么久了 你还有什么东西放不下 没有啦 碰到很多那些基督徒不像样的 哎哟 原来我们很多时候不像样 会主持人家不相信主的 那么我说那有些像样的吗 有啊 他说有 谁呢 我妹妹啊 我妹妹啊 在你们教会那个很关心的 还有呢 我嫂嫂啊 我嫂嫂信主了 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之后你应该看好一方面吗 你才会成为一个信造的人 讲啊讲啊 他好像被信动了 我说不都这样好不好 找一天愿你所 所尊敬的你的嫂嫂跟你妹妹在一起的时候 哎我们聚会一下 可是可能那时候你就信主了 后来说他也不会反对 那我就去安排了 我就告诉他嫂嫂跟他妹妹了 后来安排以后呢 就去问他有没有时间 他就定了一个时间很容易记了 六月四号天安门事件 那六月四号他说五点半 我记得那天是星期天 他说五点半 我就看一下时间 哎哟 那天我有拍戏 那可是我想起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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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牧师啊 他去探访 随时都去的 答应了 我就看一下 我十二点拍戏拍两场戏 咦 我的经验看来没有错 四点一定拍完 我就答应他去了 那么 哪里知道 十二点半开始 没拍戏 十二点半开始下雨 下了两个钟头而已 下到两点半 那我拍完第一场戏的时候 已经是四点半了 如果我现在还不离开的话 我就会迟到 或者呢 就赶不及 他会离开 当然那时候我姐姐有传一个短信说 下什么大雨 你就跟他们cancel掉吧 我也这样想 可是我一直都想说我必须要坚持下去 那我就跑去跟那个导演说 这导演是我第一次跟他合作是马来西亚人 我就讲了一句 我当演员三十多年来 从来没讲过这么不专业的话 我说导演啊 我有重要的事情 下一场戏可以不要拍吗 他看都不看我一眼 他继续做他的事情 你去跟祝导讲 当然了如果我是导演我也是会这样 哪里有这样的演员呢 拍到一半要走了 那我就去跟那个祝导讲 我说祝导 如果我不拍的话 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演员可以继续拍 后来你在讲什么话 那个演员换衣服了 我说求求他留下来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他说不可以啊 最近钟情又跌倒 我答应你 接下来如果热热的时候你叫我都到 结果他答应了 我就走了 那一天 这弟兄就在那一天醒出 很多时候我们是委屈了一点 我们可能呢 会觉得我们这样做的话吃亏了一点 可是神是要我们怎么样 像软弱的人 我们就做软弱的人 为要得软弱的人 像什么样的人 我们就做怎么样的人 无论如何总要做旧些人 凡我们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 为要以人投得福音的好处 所以很多时候危机的时候就是转机 很多时候神所定的日期 我们必定要遵守 必定要顺服 我们一定会看到神美好的旨意 我们最后来看这个 光明跟黑暗 光本是加美的 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 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 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 因为这日子比多 所要来的都是虚空 这世界除了有光明 还有黑暗 如果在2019年底之前 告诉你将会有一场 COVID疫情两年多 死了几千万人 我们都想不到 光当然是好 可是黑暗来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呢 我们知道那个疫情之前 起了很多假限制 有些人说催一下这个疫情就走了 有些人说最多是五千个人 这些东西全部都不成立了 而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黑暗来 如果我们面对到黑暗的时候 我们没办法面对的话 那都是虚空 那都是虚空 我们想想上我们今天的光景 神要我们在哪一个位置里面 筹资我们的生命 是在光的时候呢 还是在暗的时候呢 我们一起来想想一下 我们想想一下彼得 当神带彼得上山的时候 神的荣光光照了整个山 这时候有谁出现啊 有摩西出现 有以利亚出现 彼得看到了很开心啊 他说主啊 好不好我在这里造三个盆 一个给以利亚 一个给摩西 一个给你啊 我们就住在那边不下山啊 那不是很好咯 没有没有 那不是很好咯 光是加美的吗 可是没多久 科西玛尼也能够晚上 法利塞兰带了一堆兵 来做拿耶稣了 彼得怎么样呢 拔出刀来 面对一堆罗马兵 主耶稣那时候说了一句话 要把刀收下 这是黑暗掌权的时候 我们活着这个时代 除了有光也有暗 当我们面对黑暗掌权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像彼得这样 不自量力地把出刀来的 还是我们认为 我们在山上不下来的 我们就在我们的舒适圈里面 我们是投资在这个光里面就好了 暗的不光我们的诗 我感谢主 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 他又跟彼得说 彼得你爱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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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我 你要牧羊我的羊 所以感谢主 今天神 主耶稣已经是复活了 所以我们能够面对这个黑暗的时候 因为我们能够面对的时候 就是赶紧牧养神的羊 成为一个好的牧人 当然我们知道 我们这里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 每个人的职份不一样 每个人的能力家庭背景都不一样 但是我相信神在我们当中 每一个人都有他所议定 所议备的 给我们所议备的职份 要我们去服侍他的 而且神不偏袋的 神要我们什么 物要传道 无论得时不得时 总要专心并用百般忍耐 各样教训 责备人 警戒人 劝勉 当然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 可是神答应 会跟我们同在 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匆匆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复读生子的荣光 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神的救赎 神的爱 神的恩典 这恩典让我们感受到他的爱 这真理让我们得自由 我们都见过神的光 独生子的荣光都照过我们 所以主耶稣说什么 我是世界的光 跟随我 就不走在黑暗里 必得着生命的光 我们都知道生命的光 所以我们要为主什么 做圆做光 我们要把我们生命投资在哪里呢 投资在属灵的生命里 在属灵的国度里 在属灵的光中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拍下你的独生子 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 有恩典 有真理 有恩典 我们都见过他的光 他的恩典 他的恩典 都照耀了我们每一个人 你让我们知道 我们不再走在黑暗里 我们都得到了生命的光 求主你教导我们 怎样做圆做光 在这个生命当中 怎样去杀种 怎样去收割 主啊让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自分上 我们完完全全能够顺服主你的感动 得到从你那边来的能力 知道死比受更为有福 让我们早也杀走 晚也不屑走 我们不知道很多事情我不知道 教导我们如何警醒的为主你工作 让我们能够得到主你的应许 让我们每一个人 所接触的每一个人 幕后都有指望 感谢主 感谢主 让我们懂得如何 在我们短暂的生命里面 荣耀你的名 感谢主 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求 Amen 哈利路亚 谢谢我们的主人弟兄 这一次就用大家的掌声谢谢他 也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耶稣基督 真的我就看到他显传到书十一章的时候呢 我就祷告说主啊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 我真的是再一次被上帝提醒 在我们一起祷告寻求异象的时候呢 明白传到书十一章的 我相信你刚才听到的时候你感触会很深 因为为什么 在20啊就是说他说 四年前嘛2019年嘛我记得是吗 18年19年 当我们 我在灵修我记得我在楼上office灵修的时候 我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圣灵有很强烈的感动叫我 重读又重读 然后他要我去 找这些贫困家庭撒米粮 所以那时候我说主啊我应该怎么做 我应该怎么做 当我提议出来要这么做的时候 很多很多的冷水泼在我的身上 很多很多的反对的声音 但是我读到第二节的时候呢 我不知道2020年原来有事情发生 第二节已经告诉我们 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难在地上 当2020年3月一开始的时候 我的头脑里面就一直出现这一句话 你不知道将来有人有什么灾难会发生 也在2020年疫情来的时候 我们教会已经坚持走了一年派米粮的活动 跟着在疫情期间我们会看见 各个团体才要开始起来派米粮 马六甲众教会也开始起来说 我们要开会讨论 怎么样合意众教会的力量来派发米粮 这时候刚好是我们教会收手不需要派米粮 因为整个市场太多米粮 我们开始派什么派口罩 我们开始把资金转移到哪里 转移到其他有需要的这些孩子需要电脑上课 这些孩子需要网络上课 所以你看见上帝预备我们的永远没有错 只要跟着上帝的心意走 所以我们朱大哥告诉我们说 我们投资在哪里 我们的生命应该投资在哪里呢 不是我们的容貌上 也不是我们的房子 而是在神的国度 很多人破冷水的时候 我记得刚好朱大哥他说他愿意来 为我们做第一场的步道 因为这样子我们又有信心第一次的把米粮 就这样子的派出去 不管反对的声音 很多人说我们教会人数不多 金钱不多 为什么你们还要用这么多的钱 去做那些使教会做不满人的事情呢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知道说我需要去做 因为这是上帝的吩咐 这就是投资 当两年的疫情过后 教会在面临经济最大的问题 我听见很多大教会面临经济的问题 走不下去 有一些教会神志义要关门 但是我们的教会 却把母会的贷款完全还清了 这就是我们的投资 这就是上帝要做的事情 所以一样的 我们一直做到今天 疫情过期了 没有人拍米粮了 因为没有记者拍照了 就没有人拍米粮了 这时候又是我们 回来拍米粮的时候了 所以弟兄姐妹 福音的工作 没有包钻 不是用世界的钻来平衡的 因为常常有人问我 你拍这样多米粮这么多家庭 几个人信主 教会有没有做满人 我也问耶稣啊 我也问耶稣 耶稣这个生意划不划算 我们做这么多 很多人问我 教会什么时候做满人 我说这是耶稣的教会 我刚刚在来的路上 因为今天在礼殿旁边我遇见一个 跟我们教会 同样面临挑战的一位牧师 同一个时期面临挑战 他今天在礼殿门口 他哥哥在隔壁开教会 我跟他聊了一下 所以我刚才在来的路上 我们两夫妻谈了一下 我说我们都是一个很努力牧养的牧师 但是我们的努力 在教会的人数上看不到成果 什么时候才可以看到成果 我的丈夫给我一句话说 成果不是用世界的定义来衡量的 我们已经不是尽力 我们已经是聘了命的去做了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已经是聘了命的去做了 已经是够了已经是很足够了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再自我定罪了 所以我看见的是尽力而为 因为传道书刚才我们透过我们的弟兄的分享里面 再一次回应我今天对上帝的疑问 上帝告诉我说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收割 我们不知道是早上傻的收割 还是晚上傻的收割 但是至少我们看见我们的青少年主日学 很多都是来自这些破碎的家庭 我们看见这些家庭开始 虽然还没有来到教会 还没有信耶稣 但是他们跟我们教会去探访的弟兄姐妹 已经成为好朋友对不对 我们已经能够谈心事 他们也该在疫情的时候 确诊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打给我们的同工 要求帮助带导 这就是一个关系的开始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收割 所以不要问我 教会什么时候做满人 这是耶稣的教会 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 可以回应今天上帝给我们的话语 我们站立起来 我们以这首诗歌回应神 告诉耶稣我愿意顺服你的福着 我们不是以世界的角度来衡量 这个投资是赚或者是亏 因为赚以亏对于上帝来说 永远只有是灵魂得着 哪怕只得着一个灵魂都是赚的 阿们 我们来回应神 哈利路亚 你可以低头告诉耶稣 耶稣在哪一方面我能够 在福音的路上可以更多的付出 在探访的事工上我可以怎么样的 把你的爱你的福音传达给更多的人 在教会的事工探访事工 传福音事工医院事工上 我能够给予怎么样的同工 你自己回应上帝 我相信传道书十一章 不是给我 是给每一个愿意回应神的孩子 是给耶稣基督的教会 是让我们能够在这黑暗的世代 得着更多的家庭来归向祂 哈利路亚 耶稣基督是指宝 是生命中的美好 是指甲是我的荣耀 是指甲是我的荣耀 一生都跟随快跑 耶稣基督是坚 是生命中的缘 十字架是我的荣耀 一生都跟随快跑 我要顺服 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到哪里都衷心 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分土 围绕得着耶稣基督 我要顺服 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到哪里都衷心 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多福 先给耶稣我所有的全福 我要顺服 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到哪里都衷心 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分土 围绕得着耶稣基督 我要顺服 我要顺服 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到哪里都衷心 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多福 先给耶稣我所有的全福 来到主的面前告诉耶稣 耶稣我愿意围着福音的缘故 将我自己完全的献上 主我们相信我们的时间 没有一个远远来的更忙 我们有许多的借口 拦阻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的 到外传福音 甚至有些时候 我们看见我们身边的人流泪受伤 主我们看见他们只需要安慰 但我们却袖手旁观 主主祢帮助我们 能够拯救更多更多 正在面临婚姻问题 正在面临经济问题 正在疾病的捆绑 虐待当中 无法走出来的这些病痛的人 主啊让我们有机会将祢的平安 将祢的喜乐 带到他们的里面 让他们经历祢 让他们在苦难当中 仍然能够刚强壮胆 能够领受耶稣的救恩 能够有永生的盼望 在这地上 仍然能够喜乐的 面对一切的挑战 主我们谢谢祢 让我们这不起眼的教会 让我们这些不起眼的人 成为祢手中 手中贵重的镰刀 将祢的恩赐 收割的恩赐 吃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让我们口中大有能力的话语 说出去的时候 就能够使人的心回转归向祢 就能够使人在伤心的这个低谷 在这种心痛的当中 主他们能够得释放 享受到耶稣基督的爱 主因为我们当初就是那么痛 是祢救了我们 主啊我们要将这福音 将这福分 带给我们周遭的人 求主圣灵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开启福音的门给我们 让我们知道 无论是早晨 无论是夜晚 我们总要撒种 我们要不停的撒种 收割在一生 收割在一生 我们相信神 祢要万民都得救 不愿一人沉沦 谢谢祢恩待我们 恩待我们身边 为信主的家人 我们愿所有的灵魂 都能够归向祢 将荣耀都归给祢 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所求 Amen 那我们以主导文 一起来作为今天晚上的结束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祢的名为圣 愿祢的国降临 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异见事态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全并荣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Amen 我们将荣耀的掌声 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归给我们的耶稣基督 谢谢 谢谢耶稣 赞美耶稣 好我们今晚的聚会就到此 外面我们